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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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我下 誰的男人 啊 有人 給你打電話 你 說什麼 我不是說我動家的時候 我不給他電話 這 龍蟲先生 演講理活動 今天是你三年 飛機滿的日子 你先 喂 劉先生 謝謝您 一直給你安排到外就醫 在出獄的壓快 今天可是你出獄的大喜日 能不能麻煩您 抽空在這龍城中 那時候去 行 我知道了 將軍 劉先生出獄的事情 你做不太多了 我對 他最帥的事情 你不和我 戰隊交代 劉先生 有助 劉先生 江龍出海 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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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让他受半点的连续 用将军和战在高中 一切我已安排 三年了 那个账号 该好好散散吧 宝贝 去 把我那套裘缝拿过来 我该和这三年 好好告个别 直升机已备好 直飞银铅 龙城监狱 叙旧银铅 扫饿除坏 继留先生更衣 我 龙宋 龙宋 龙先生 我介绍蒙铅三年 今日出狱 可喜可贺呀 只是不知 接下来 您有什么打了 那三年我也没选择 我已经查出来 当年害死我母亲的爱 正是我的亲弟弟 我实际 我进监狱 也是刘家的阴亡 这笔债 我要留下来 血债血偿 竟如此事 我听说 刘老爷子 今日在家 举办龙龟宴 哼 我还以为 他们是为了 欢迎你回归家族 那群人巴不得我早死 燕会不是为我 正好 我不介意 让这场龙龟宴 成为他们的追悼会 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就介绍您 新广太快 可是 三年来 您医治的病人 有的 成的商业巨子 成为地方巨型 全是中间的 他们走进这个群 就是 让您回归 如今 您解脱枷锁 困隆当天 势必要该一番 只要您需要 群众之人 并归 亲其所有 并立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ely 群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雲 袁拥 震动 出雲 震动 馬桥 狩猖 上 请来吧 这震争太大了 跟拍电影似的 都算了吧 刘先生都有需要 不探导火 待否不辞 前两头 刘家的龙龟宴 就要开始仇恶 我派遣一辆库里 送刘先生 轰轰光光的 回刘家 没有 我自己坐公交车去 现在时间 正好中午12点赶到 这是吉尺 你 你杀人 车辆行驶 请进行 谢谢 三云备 我救治过的 西人一时起居在这儿 有了这份主意 你一个世界都要为我缠闹 我从来不加陌生人的东西 哎哥哥不是陌生人啊 你一来过一 他们就熟了吗 哎 老公别玩手机了 你老婆被人搭上了都不知道 我就说咱俩不能分开坐吧 这才几分钟啊 竟然要我微信呢 我老婆 滚 不夹就不夹 横什么横 谢谢先生 小身状 这是三年来 您一直的病人 有着成了商业巨子 得成为地方巨型 全是同天的 他们做件这群 就是一趟 用回魂的 忠爱求助吗 三亲帮助 本宫一声令下 副长刀皇太 伯伏先生 终于你了 一日请云京师父 永远会先入为你 做啥迷你 云青城方统领 陆居飞 愿为刘先生效全马之劳 华夏富豪联盟会员 喜百言 愿刘先生共同佩 这次江湖上的前例一事 果然重见 刘世前 刘世相 哪什么根本都 我被人献害 蒙人的女子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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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天祝货 我都得 美女 踩个微信呗 不想死就滚开 哎呦 今天真带劲好 这一个比一个走火了 这个微信呀 加你加 不加呀 你也顶加 我说三下 不滚开就死 三 瞧你这事大办啊 装什么冰情欲结呀 我也说三下 这回信你要是不加呢 我才就要用强咯 二 一 我妈你说 来 多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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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给我做好 安心做好 你们别人的保命 再说 快比这倒死的放开 信留的 我来送你上路 刘教天 是你自己死 还是我帮你死啊 刘家派来的杀手 轻盈是吧 再怎么说啊 我也是刘家的大少爷 你就这么跟主人说话了 一个杀害自己母亲的畜生 也被称刘家人 你早就被逐出刘家了 刘世杰派你来的 你是死士 死士已出 想出人命的 即使二少爷不派我来 我叫刘家恩惠 也一定要铲除你这个 杀害自己母亲的畜生 男人 你很忠心 可惜太蠢了 被人当枪使 你也知道我是虚实 说自己的遗言吧 这一出的人 都得跟着谁 刘孝天 你罪孽掏天 谁来到 再走 你已经犯下三件大罪 应该废弃双手 废弃双腿 破掉丹田 打入天牢 我说过插嘴的人 是什么下场 我要试试 这是我自己的事 用不着躺这套浑水 你要真有担当 就立刻自杀 别让全车的人 尊重你受无望之灾 我既不想自杀 也不想给别人 既然你这么想死 总是死好了 既然你这么想死 我就送你这个字 妹子 你这刀法也不行啊 你这刀法也不行啊 身材确实不错 你什么时候练成的六阳镇里的非真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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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我这三年每天都在吃喝玩乐 这三年我每天都在想着如何报复当初气弱 无灭我的人 非真断你双足 是以你错堪咸鱼 是非不分 断你双足 是以你铸铸鱼 跟当走狗 我以你单品 是以你草菅人命 烂杀无辜 我承认 你是有点美丽 但是能抵挡住声维吗 能抵挡住声维吗 他们你一个人死了 现在全车人都得配搭 我承认 我承认 你不能再不想 我承认 谁在动 你也可以报手来 我出任 从未失手 这次也不例外 把公交车直接开我城南仓库 刘世杰是在城南仓库等我是吗 果然是个废物 连直面我的勇气都没有 陆军队 108路公交车被劫持 偏航十分钟 你身为云京城邦统领 全然不知 你还认识云京城邦统领 死到临头了还在这装 你认识他又能怎么样呢 他能拿我怎么样 行了 车转弯的时候给我开车 你这么个垃圾 苏统领 你确认偏航车辆 立刻起动无人驾驶 标证车辆航向 是 无人设备已接管车辆 大哥 大姐 你们也看到了 我我现在逛你屋两车呀 好 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吧 哎呀 下人了 好 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吧 下人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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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我做了 谢谢 是青年老小的 怎么他妈一起无限的话 刘小年到底死了没了 老子在城南操作 一位半小时了 喂 喂 什么说话 城南仓库 我 我 人在哪 老公 这就走了 美女 危机呢 已经解除了 都在眼下走 看你的方向 是要去城南仓库 这个地方 现在可不太多了 怎么个不太多 明镜 这现有很多人 在城南仓库附近 实际 竟然还有死事 小姐连这种事都知道 不一般啊 哪有 我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小女子而已 道士先生你 杀了人 还能从城方军眼皮子底下 大摇大摆地离开 我看啊 你才不一般呢 美女不也一样吗 面对这种情况 还能做到面部改色 甚至说想帮我出头 哎 你个心子 肯定不一般 哎呦 算了 不管如何 反正我见你一个大人情 说吧 你想我怎么报答你 报答的事呢 还是方常 我还没想好 下次不远了 下面再说吧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小天 你果然很对我胃口 这些日子 在云京脚峰降雨的东营忍者之神被情况 需要你以战帅身份 亲自处置 我果然各地备败败 战帅 赞我一条高明 当营忍者之神 土鸡挖贡 恭喜战帅 评定云京 云京藏屋纳构 我并不是真正评定他 真正评定他的人 我今天在公交车上已遇到 刘孝天 我咱要看看 你怎么把云京的天 捅出一个窟窿 今天我们给你们都行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别玩 少爷 您别生急啊 亲眼都杀到人 还从来没有失守活呢 去 这个肺 还特战兵毛呢 杀了我那个肺 我哥哥都这么碎起来 刘大利华 把葱未知 你怎么这么愣着干啥呀 快打电话呀 一起拿 不用再找了 他永远不会再接电话 不用再找了 他永远不会再接电话 刘小千 还活着 这么说轻盈他 肺 果然你妈这边的人 个个都是肺 活该他死的砸 你要是不会说谎 我就用六阳间把你的嘴缝上 他就脏了我 你以为搞定千语那个臭娘们 就能单杀我 这个世界上会六阳真的不止你一个 三年前 你为了六阳珍不择手段 害死了木槿 然而 六阳珍 需成心正义方能打仗 成心修炼 只能反噬而死 什么成心成业 什么这样之道 你以为这是在拍电影吗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强者 他都可以不择手段 没所有 啊 我要单杀他 谁敢帮忙我连你们一块上 听见没有 是 来啊 把你的六阳珍拿出来 咱们放一套 把你 还用不上六阳队 把你 用不上六阳队 好 好好好 我看看你嘴是 真的这么厉 嘴 看见什么 哭什么肩肥针啊 撤去你 少爷 炸死了队链 没有烧带有几时 这能阳真的还真没听说过 少爷 你小心点 这小子 有点东西 怎么给老子被嘴 你得一直算你走运 第二阵 去接铁吗 少爷 这三年 你在监狱里 这龟壳链得挺硬啊 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到什么时候 还在来呢 取 行李王阵的最高精箭 你快 看这个废物 怎么接针啊 哈哈哈 少爷 少爷 我说过 连六明珍 还不配 少爷 谁敢动市集少爷 你敢动市集少爷 这自长 你来的正好 刘晓天要挟暴 还想杀我 放心 少爷 有我在 这小崽子不敢动你 派人挟持公交车 危害公共安全在先 纠结打手 企图报复在后 到底是谁在挟私报复 我只看到你揣了我们少爷一脚 至于什么公交车 什么打手 一概不知 刘晓天 别巧别了 说我挟持公交车 你有证据吗 我他妈一直不接电话 刘晓天到底死了没有 那仓库等你半小时了 喂 喂 他们说坏 杀手身上搜出来的手机录音 算对你吗 少爷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刘晓天说的都是真的 陈思想 这 既然刘先生拿出了证据 即使是我陈阳 也护不了你了 给我拿下 你说什么哈者波 你就是我电影的一条狗 这么多年刘家给你喂的狗粮还不够吗 分开我 分开我 刘先生 这部手机作为核心证据 我们需要带回寻谱房建议 哎呦 怎么回事 手花了 证据被销毁了 你们干什么 想让我好人吗 群普斯办案是想证据 没有证据信口不说 却不是污蔑 孙仔 吓死我了你 刘晓天 手里有证据又怎么样 群普斯真的会象征你吗 蠢的是你们自己 这么重要的证据 你觉得我没有备份 有备份又能怎么样 原始证据被销毁了 任何备份都是可以伪造的 刘晓天 要么束手就擒跟我回群普斯 要么 我给你安一个巨谱袭警的罪名 就地征罚 我给过你机会 我是你自己不珍惜 城南仓库 城南仓库 鸿祖集结 城南仓库 鸿祖集结 马上集合事务为队 城南仓库 十万人开车 立刻跟我去城南仓库救人 吵架话 出发 小文物 吵架 中海的囚龙帮 城防军 甚至云京失守的卫队 正在纷纷往仓库 发送集结 看来 今日的确大事发生 萧小作乱 罪该当诛 今日一杀人 怎么 你还是不服 我不议是没有 城市长 我这个哥哥我最了解 他就是一块毛坑里的石头 又丑又硬 不看了 也就别跟他废 打不算了 对我动手 你们承担不起这后果 后果 老子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要不是看在学员亲情的份上 三年前你就死在监狱 弄这干什么 弄手啊 来 城市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还真的让他找帮手吗 这小子刚才的话 倒是提醒了我 他在监狱关了三年 想必确实认识一些狐朋狗友 这社会底层中不乏亡命之徒 与其现在杀了他 不如等待那帮人聚集此地 瓮中捉鳖 用绝后果 还是陈寺长想的周到 也罢 再让他多活十分钟 又小姐 十分钟过去了 你的人呢 不肯不肯来了吧 骑什么 骑着去阳王爷那儿 饿磨活汤啊 我怎么没耐心在这跟你耗 小司长 倒手吧 我等奉先生之秘前来助阵 我等奉先生之秘前来助阵 哈哈 刘晓天 你这是给哥几个宿服力呢 我有出柜宇 喜酒为佐该啥 哼 带着枪呢 行 中了 我喜欢 刘晓天 就凭你这六支玩具枪 打得过我整个寻补司吗 兄弟们 干掉刘晓天 陈阳 你们寻补司 就是这么做事呢 陈阳军 踢 我一下 与陈阳军统领 陆军飞 就驾来吃 确实迟了点 让我好等 难怪你有恃无恐 原来是搭上了陈阳军这条线 不过 老陆 你陈阳军与我寻补司 属于平级部门 大家各司其职 你无权管辖于我 今天我要杀人 你管得了吗 我问青红皂白草天人命 今天这事我管定 草天人命 老陆 我奉劝你一句 不要太天真 我寻补司有一万种办法 把案子办成结案 我说抓谁就抓谁 我说谁办法谁就犯法 我要杀谁 他必定是勒不赦 今天你若阻挠 就是隐碍公路 感动一下 别你一起办 高崽子 好大的口气啊 高总 你怎么赢 你怎么赢 现在你的牌上可真大呀 三年前你只不过是老子手下的一个马仔 就是甘愿给人当狗 才混出点银 怎么 狗当习惯了 学会乱咬人了 高总 这件事情和你们囚龙帮没关系 放养的狗币 今天你要是敢动刘先生 这就跟老子有关 高华强 见刘先生 老高 别急了 给什么 四 两家伙 是 这样 你怕他干什么呀 他是贼 你是官 他们拿的是烧火柜 我们拿的是冲锋枪 就这么一帮无核之重工 还不够渴呢 那我够不够渴 我够不够渴 刘先生 我们迟到了 请见谅 哎 一起见过刘先生 见过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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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阳你好大的官威呀 把原因的治安交给你管理 是让你滥用职权 见达法律的吗 徐师手 都是误会 我要是知道刘先生 是您的朋友 打死我也不敢这么对他呀 够了 你这个巡捕司长 算是当道徒了 去牢里 我好好反省反省吧 拿下 好呢 我给我退下 战帅府的令牌 算你有点严重 战帅府令牌 所道之处如战帅 先斩后奏 生死与活 你以为你集结了这么一帮人 就可以跟我说对了 啊 城防军容 穷龙帮撑场又如何 那就算是伸手 又如何呀 啊 你知道不知道 他们一个个的在我的眼里 那就是个屁 刘晓天 忠感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 这个就是你我的差距 这个 一辈子都得不到的权势 和我走 杀了他 杀了他 我看谁敢动 帅府令牌 帅府令牌 你是曾贤达 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冒义令牌 废无可恕 刘晓天 你还有帮手 一个玩刀的女人 往枪林淡雨里边跑 兄弟们 打死他 吹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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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晓天 吹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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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杀巡谱 战帅令牌 都完了 别说是几个口诈人士的巡谱 就是弑手犯法 我也有权当场即杀 火风很大 诸恶莫逃 你 你就是战帅 剑道战帅 为何不怪 见过此一战帅 这不可能 有意思不可能认识战帅 演员 他们是演员 给我起来 走他们给我起来 给我拿下 给我拿下 是 这件事情牵连不小 我要去处理一下 先生 南城仓库的事情 绝不会泄露一分一毫 段帅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啊 一年前我身受重伤 先生为我隔连时针 要说见过便是内子 说 还有什么遗言 哥 哥 我去你别杀我 我不是人 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一命吧 我给过你机会 可你自己不珍惜 我以前是受人蛊惑的 都是刘冰冰那个贱货 是他让我这么做的 大姐 对对 就是大姐 其实 母亲也是大姐杀的 母亲一直想把令人传说给你 大姐一直不服 所以才动了手 对了 刘冰妹马上就要回归印井 上头还给他办了龙闺宴 不信的话 我回家看看 龙闺宴是为刘冰妹所办 真会往自己的脸上贴近 我 我还掌握了刘家 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带罪立功 饶我一次 饶我一次 说 这些年 刘家一直研究六阳镇不得法 那些被遗死的人 都埋在这仓库附近 出不上了 谁知禽兽不如 那是 是我们是禽兽 那是 对你有用吗 哥 你跟我回家 我帮你把这一切都澄清 以我现在的地位 足以让大家相信我 都改不了事实 我要是相信你的话 他监狱那三年我就白呆了 不过 我正要带你回去 我要让你亲眼见到刘家被我覆灭 让你知道 什么就是绝望 哥 战帅 您先前和他见过 为什么要装都不认识 现在还不是时候 毕竟 事情越来越有趣 光是一个刘世杰 都已经在云京闹出这么大动气 真不知道龙龟燕 这刘先生 还要捅出多大的娄子 云京的水太平静了 才导致泥沙巨下 恶臭巨奇 总要一个人站出来 掀起滔天巨浪 才能让那些牛鬼蛇神 出顿形 更何况 我承诺过 他捅破天 我兜着 刘总 今日龙龟燕 明媚望族西树登场 此等规模 盛况空前 别说在云京 就算是整个龙城 也是绝无仅有 对 刘总 今日过后 刘氏集团 必一步登天 一例 华夏 亿有集团之巅的 从此 再无敌手 周某活了大半辈子 这辈子 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便是入股刘氏集团 这些年 中家蓬勃发展 全都要以上刘总的扶持 请说今日这场盛宴 是战帅府钦点 为刘氏长女刘兵妹 回归云京所办 这等殊荣 举世还有 我还要赞 我还要仰仰 周围多多支持呢 正所谓 花花轿的人台人 我们一容俱容 遇损遇损 对了 刘 我听说这次盛会 刘家要展示绝湖六阳针 这 是否属实 自然属实 我儿刘世杰 确实得到了六阳针真传 等会他来了以后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好好 休养 都什么时候了 时间怎么还没到 一大早少爷就把人带走 我也不好多问 这个逆子想来做事不够的 快 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是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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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了 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吗 我有话跟你说说 我会个人什么地方 你属于乖乖乖都在这里 不服摸摸地成何其统 什么话 你在这里说 这是 刘孝天 闭嘴 这是什么场合 你提他干什么 刘总 刘孝天 可是您的那位 大儿子 听说他三年前 就被关到龙城监狱里了呀 惭愧呀 刘孝天 确实是我那个 不成器的大儿子 此人狼心狗肺 我这是瞎了眼 养了这么一个逆子 我听说 这刘孝天 未夺六阳针 竟然敢害死生命 这乌鸦尚有繁补之情 羊狗且有贵乳之恩 这刘孝天 简直是诸葛不如 是啊 当年 我念在这点血缘的情分上 我留他一命 所以 只是把他关进了龙城监狱而已 刘总 向来人是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 我听说这个龙城监狱 不是有名的魔窟啊 但凡减决的犯人 没几个活都能处 爸 可是刘孝天 闭嘴 黄归宴上 你提起那个灰气的东西 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好了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下去准备一下 等一下 诸位展示 刘孝天的修炼成果 啊 哈哈 去 哈哈哈哈 今日 云青所有豪门 齐聚于此 来参加龙归宴 为我的女儿 刘冰妹 接风西沉 大家 给足了老朽面子 接下来 该我刘氏集团 打出诚意的时候了 就让我的犬子 刘士杰 为大家展示 刘士家族不传之秘 刘阳珍 大诸位 开开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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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先给各位介绍一下 你是如何得到 刘阳珍传承的 啊 刘阳珍传承者 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我哥哥刘小天 另一个 就是我 可是我哥哥出生时 根本就不是形容的材料 而且此人心属不正 根本无法修得此真 此真法 即将传售于 是三年前 刘晓天亲属杀害了我的母亲 还想把六阳针笔记给毁掉 幸好我大姐刘兵没发现及时 最后用法才传到我的手里 臭想都不如啊 这个针法得以保全属实不易啊 如今有了传承 是奈无华下一届一大兴使 是啊 没想到刘家 除了刘晓天怎么可摆了 幸亏发现了及时 各位无需挂念 恶人自有恶报 刘晓天被关进了龙城监狱 有事不得超生 这就是能下场 对 刘九孝 刘九孝 若厚颜无耻 你称第二 当时怕无人敢称第一 刘九孝 若厚颜无耻 你称第二 当时怕是无人敢称第一 李小天 你 你怎么出来的 其实龙城监狱想喷住我 你恐怕太高看你自己了 你给我弊对 他可是你的亲生 当儿子的 哪有这么跟父亲说话的 他若有尽为父之责 我自当公信你带 但他守为仇人 我何须对他可见 倒是你们 不问青红早败 随身不合 好好的人 偏要当 你 你掐死 小剑 看来 三年的牢狱生涯 并没有教会你如何做人 我如何做人 无需他人智慧 倒是你还是一点没变 还是这么擅长 只路为马 颠倒是非啊 这六阳针 乃我母亲的家传军训 历代只传诚心正义之辈 如果说 盈盈狗狗的 嚣张之辈 急功近利 强行练习 只怕只能落个 身死盗销的下场 你若有的 现在得行起时针 让大家看看 你到底配不配的中方 是你 有什么 还不赶紧动手 或者打这个小子的脸 是吧 不敢了 你从小如此 被亲人搏起过来 做事儿 胆响无数 一个色力内人 只会耍阴谋诡计的小人 念我母亲的六阳针 你配吗 等什么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有什么不敢的 等什么 各位 忍大金地板里呢 这一针竟然能刺穿地板 此等功力 天下无能可及啊 恭喜刘少 六阳针大成 恭喜刘少 六阳针大成 谁刚才说 六阳针 只君子可恋 小人不能恋的 看到了吧 世杰刚才 非真穿透地板 谁是小人 谁是君子 其目了然了 刘九霄 为了面子 你果然连儿子 都能牺牲了 别最硬了 做人 却认命 一和世界 虽然都是我儿子 但 人品 人心 人社会地位 你永远比不上世界 这 就是你的命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道歉 当着在座说人的面 给世界道歉 还可以饶你一条性 若不然 这都应该世上出兵 这个渣渣大闹龙龟宴 胡说八道 心口慈活 都这个时候了 你为什么还抱他呀 刘总 你让这种人在世上 只会一和四方 刘总 你断不可 夫人之人了 刘总 如果您念及血缘 我终将愿为您 请李门户 我王家愿帮刘家主 请李门户 我吴家愿帮刘家主 请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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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师姐你怎么了 师姐 咎由四句 罪有应得 快去医院 叫医生 快去 不用去医院了 直接去殡仪馆吧 武伤巨损 今来今断 神仙也就活了 你 尸体 杀毒 害死了 世界 害死刘士杰的 还死了 自己 什么 今天早上 你的好儿子 为了杀我灭口 强行用了几回六扬针 内伤极其严重 刚才他回来 一直想对你说明 可你全然不给他机会 为了刘士集团的面诞 强行让他上台给我 不可能 这 这不可能 若好好休息 他尚气有救 可惜强行再死 时针 耗起了他最后一切 你们 是自作自受 人是我害死的世界啊 世界 刘总 你可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 依我看 非命是这小子下毒害的世界 刘总 抓紧你叫人把他抓起来 你也不会伤害其他人 做 孟小天 你变不了我 我怎么可能害我自己的儿子 是你 是你 大闹宴会 下毒 今日 所有的豪门都可以为我作证 我都要为此事作证 我云京宋家 愿为此事作证 我云京秦家 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刘孝天 下毒害人 罪不可受 是 我们唐家满门 愿用性命担保 刘孝天 你就是凶手 对 孝天 我本来还念在你 我有点血缘的亲情和关系上 无疑病 没想到 你非要把事情做绝了 就不要怪为父心狠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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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小姐给我抓起来 陪我儿 陪着 你干什么 世界还不够 难道你还要在龙门眼的杀人不着 小心 刘总 他不敢 小子知道我是谁了 你又是谁 脑子是球龙帮扶虎堂堂主 转从虎 人送外号 龙闺宴的宴会秩序 为老子管 想在帐篷上 先问问脑子答应不答应 球龙帮是中海省的旁人大伙 也只有留下举办宴会 才能请到球龙帮的堂主来负责安保 转从虎 不是 小子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竹虎堂可是球龙帮第一大堂啊 虎爷更是球龙帮的双花红棍 得罪了虎爷 你将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第一大堂 那你小弟挺多的吧 不用再浪费时间了 让他们一起进来吧 好小子 自己主动找死 来人 求龙帮呼唐 敢稀署在此 其中任何一个人能动手 石头都能有了你的口令 大龙大虎 就是你分心了 分球还是取楼 你小子怕是疯了吧 敢对球龙帮动手 难送我 还在做什么 还把刘孝天给我拿下 耽误了龙公燕的时辰 上 你收我两个马 我都支不住自己啊 怎么又收啊 收了我的六阳针 就是我的提线木 这就是六阳针的神奇之中 什么非真木 针法 那时候变成桥底下耍把戏的玩意 一笑大方 这两个丢一线眼的东西 快拖下去 小子 有点不想吃是吧 但是你恐怕不知道 敢打我们球龙帮人的下场 打就打了 怎么样 不知 球龙帮排去中海省半个世界 帮主更是中海省的地下皇帝 虎爷可是他面前的红人 你得罪了虎爷 恐怕 活不过今天了 你们说的是高华强吗 放死 我们帮主的名讳 是你随便叫他们 高华强 五分钟内 龙龟夜宴会听见 逾期不到 后果自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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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心疯的吗 你 装逼是这样装的吗 敢命令我们当主 小子 真是不吃死话 柳小天 你在监狱关了三年 归出报响证了 你要是把高华强做事啊 我 跪下来叫你爷爷 哈哈哈哈 小天 我虽为天理公立下令杀你 可你毕竟是我的儿子 方才 我还指望你能迷途知返 认罪悔过 一切 我还有转回的余地 可现在看来 你已经不要客气了 天理 满嘴的斑女 澎花 一肚子的男斗女长 他就知道啊 你违心怎么会啊 我最想要你 这些 哇 什么狼心狗肺 烦了你了 今天啊 我真是大开眼界了 世上竟有如此薄情寡义的逆子 刘总 全当是您的骨金 背了口吧 这小子不仅坏 而且蠢 真是什么话都敢撒 啊 一个漂亮小丑罢了 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把高总请过来的 啊 这五分钟快到了 人呢 小子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还剩两分钟 两分钟 若是帮助不到 杀了你 我匹抽筋 血迹世界少爷 可以 不过啊 等会高总流口到吧 你设计我的死法 我一一还在你身上 这些弱小的人 转身上下最硬的地方 我是不是就成罪了 高总到 escol Keller folds open up flow flow Italic 亮 jak dir citizens 尤雅 喝 哦 哦 呦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呀 还看不到你虎爷 演的这出好戏呀 强哥 你说哪里话 你没有名在这儿 我哪敢自称虎爷呀 我就是个猫子 高总 您来的正好 这小子 大闹龙龟厌不说 还侮辱您的名回 我看啊 您可得好好收拾收拾他 好 还有这样的人 高总 刚才这个小子 还打了服务堂两名骨干 嚣张得很 没错 他刚才还说什么 把五分钟不到 后果自负 这笑死人了 一个小小的气子 怎么可能配合高总说话 高总念 高华强 胡小姐 你想找死 何以待 成了高总 万死难得其救 高总 高总 权子刚才得罪了您 还请您多多见谅 另外 刘孝天 也被我刘家 逐出了家门 他现在逐出的一切 都与我刘家无关 对了 另外 这里是龙龟厌 是战帅府 特意指派召开的宴会 因此 你就算心里有气 也希望您高台贵手 不要搅乱了宴会 小子 看见没有 现在啊 没人能救得了你 高华强 你们 求龙帮好大的威 现在知道厉害了 晚了 我们强哥 如今不只是 求龙帮帮主 那么简单了 他早已 加入了华下 身份 地位 无法想象 华下龙族 就是一段时间 突然崛起的 生命组织 没错 听说 龙族内吸纳了 整个华下的 顶尖精英啊 就是紫衣战帅 在龙族内 他也当不了首脑啊 我听说 华下龙族的首领啊 神龙剑 神秘的狠啊 真想见解 到底是怎样一个强大的存在啊 是是 是吧 华下龙族 那我是不是得通行高手啊 现在就到说好话了 完了 哈哈哈 完了 放大钩子 你咱们花 咱们那么花 神龙 刘先生 是我管教无法 狗东西在您的面前 你不放铁丝 刘先生 则法 李刘先生 则法 你起来吧 则法就不必了 我听说 满丛虎是你面前的红人 而且还是 是球龙帮的双花红棍 是的 先是陈阳 后是满丛虎 看人的眼光是不是太差了些 你们球龙帮养的 都是这种魔爽 是 是我识人不明 我 我立刻出席 把这个畜生我拖出去 三刀六刀 断了手筋脚筋 王派 此生此灭 强哥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强哥 做过什么 我告诉你 在我这 刘先生 就是天 把他作对 那就是 几天 强哥 强哥 我不知道 强哥 我们江湖中原 仇人冗多 抢了我的手筋脚筋 今天晚上就要被仇人 哼神戒头啊 强哥 强哥 你救我一命吗 强哥 我们要 熟的 还是刘先生 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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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冲撞了你老人家 你就把我当个屁碰了吧 刘先生 刘先生 还记得咱俩的赌约吧 如果高宗来了 我就把你摩皮筹筋 混江湖的应该有这个局务 十八年后 我等你来找我报仇 别拖出去 拖皮筹筋 不 不 签子 我拿着我跟你过来 签子 你 签子 哎呀 别想 就是 拉皮筹筋啊 我 摩皮筹筋 不是 签子 我当时我跟你过来签子 刘总 怎么办 没想这小子就能帮上球龙帮 早该想到 这个小子啊 在监狱待了几年 总不必要认识几个黑帮头目 现在倒是我们被夺了 怕什么 球龙帮 他管天管地 还能管得着刘家的内部事 高总 远到即时刻 您若愿留下来参加宴会 我刘某人 举双手欢迎 但接下来 我们刘家要处理一些内部的事情 还希望高总 又要插手 否则 否则怎么样啊 今日的一切 全由得刘孝天而起 刘氏集团与他势不两立 高总 如果非要铁了心 他的话 那我们刘氏集团 俊秋女王 我今天来到这里 抱的就是刘先生 高华乔 给你脸了是吧 我尊敬你叫你一声高子 我他妈不仅仅 你连个屁都不是 刘氏集团发展迅速 近几年已经称霸云京 在座的诸位 名门望族 谁不曾与我们商业 进行合作 刘总 震地一挥 力量不可想去 我劝你 胳膊呀 是拧不过大腿的 不要为了一个萧小之位 还会自尽心 老子做事 从来不后悔 别说就你们 以多欺赏 就不沾 就算 刘先生有错 我也会和他 共同承担 共进共退 你们还有多少人 一起来吧 好 高总 现在弄死一个人 已经不是打打杀杀了 刘晓天 今日 当爹的就给你在上一刻 让你明白 律为父的差距 刘总请指教 我吸耳共听 好 诸位 刘晓天 道德轮上 背影人轮 刘某不才 愿以集团的名义 对其发动围剿 断其活路 从即日起 胡适集团名下 所有产业 不得对刘晓天 提供任何服务 为者 他同罪 我沈亭复义 我沈家与刘总 同仇敌侃 周阳复义 回脚 刘晓天 周末复义 即日起 周末名下产业 刘晓天 不得踏足办 我复义 王家所有酒店 商库 刘晓天 与狗 不得入内 胡东来故意 不仅 跑胎的人 都将受到 无家的拘击 刘总发话 五大家族同时跟进 这力度前所未有啊 这 咱们 该怎么办呢 这刘氏集团 那是云京一霸 何况又被 战帅处选择了 举办了龙归宴 可以说放眼花下 谁能与他相起并论啊 何况我们跟刘氏集合呢 速有往来 这个时候不跟进 咱们再核心啊 我请你啊 也跟进 聚集刘晓天 他们球龙帮啊 虽然厉害 但毕竟啊 是地下组织 上不了台面 我唐家复义 我宋家也复义 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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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天啊 看见没有 你犯了重目吗 哈哈哈哈 刘晓天 你知道这一切 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从即日起 云京 几乎所有的 生不终数 交通通讯 苏不过给你提供任何数目 你也不会有工作 也无法生活 从今天开始 你寸突难行 哈哈哈哈 在座各位的产业 已经涵盖了 云京人生活的 方方面面 就算他去祈祷 都不可引人接近 否则 与他同罪 这就好比啊 社会性死亡 就这个人的活着 跟死亡话 没什么区别 哈哈哈哈 我本就问啊 你们能搞出来 什么惊世骇俗的手段 没想到啊 还是这拉帮结派的这一套 想围小我啊 你们够可吗 我大家族占有刘氏集团的大量过分 你们和刘九孝 猜一条过分 倒也合情合理 而你们这些坎坷 为一己之私 驱掩覆尸 这剑锋使团 真让我领略了人性的卑励 想你叫我 他们够格吗 一帮春才 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 他们当然知道 他们在做正确的选择 你现在明白了吗 出来混 靠得不是打打杀杀 就算你们囚龙帮 千万的大手又如何 全市面前 你们 能不能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是吗 在你们眼里 这就算真正全市了 顷刻之间 让这个云金商界云集想象 让你生不如死 难道这不是全市吗 刘小天 别硬撑了 赶紧给人家会听 自生自面去吧 梦梦短前 十分钟之内 你们会知道 你们所谓的前世 在我眼里 一文不值 十分钟 刘小天 你这是又要摇人吗 现在他摇谁都没有 除了刘总 谁能瞬间控制整个云金商界呀 现在就是战帅府来挽救这个局面 也无济于事 就算帅府想来帮忙 帮的也是刘氏集团 你别挣扎了 十分钟之内 给我收购刘 十分钟之内 给我收购刘氏集团 十分钟之内 控股刘氏集团 这人不是疯了吧 刘氏集团现在市值千亿 别说我们六个股东 不会让你控股 就是这几百亿的资金 恐怕你也拿不出来 小子呀 你就别在白日做梦了 操够了 来人把他还有他的同胆 一块戳出去 哎急什么 反正现在兵妹还没有回来 就当这是宴会前的小丑表演吧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既然刘总都这么说了 哎 那我们大家就看这个小丑 再蹦他一会吧 刘先生发话要收购云金刘氏前股权 立刻计算出收购股权的总结核 标记俱乐部的一切资产 把你们手下的人都撒出去 用快用 弄起来都可以起来要快 刘先生总 马上总结 这些个股东资料 可走愉快 嗯 刘天 这十分钟已经到了 哎 有没有 把刘氏集团给控股啊 喂 什么 退股 退股 怎么可能 有小天 好手段 刘总 出什么事了 刚刚 集团的一众股东 他们纷纷退股 应有30%的股份 我们有小天的手中啊 什么 先进十分钟 还是怎么做到的 你说过 你们所谓的权势 在我眼里 一文不值 30%的股份 那岂不是说 短短一瞬间 这刘孝天 变成了刘氏集团的最大股东 呀 这一瞬间 竟然十几个股东 你分寸都同意了 转上辅权 这到底是何种能量啊 咱们难不成看走眼吧 这个刘孝天 真的不是一般人 他骂着 一群吃理他外 见利妄议的触手 现在怎么办 按照极端张扯 刘孝天有谁参加决议 他一票可以否决任何决案啊 明明他最后一下就可以借他于死地 什么情况 刘孝天 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赢了 买了集团30%的股份 花了不少钱吧 这些钱 肯定也是你的所有了吧 为了跟我斗 你还真是不惜血本呢 区区手段 谈不上血本 别再虚张声势了 我告诉你 你所做的一切 毫无依 举障的城市 即便是你批尽全力 那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还要反抗是吧 没错 就算你拥有了集团 30%的股份又如何 不要忘了 70%的股份 在我们手上 只要你们五个人 信完全可以 切出股东大会 没错 只要我们六人齐心 牛市集团 就绝无意义 没错 这秦家荡产 就换了这一纸空投支票啊 毕竟 小丑 还是小丑吧 要我说呀 这年轻人冲动 就容易上头 但是呢 知错能改 方为大正 只可惜呀 他没有这个机会呢 果然 果然 这姜还是老的辣 这刘小天 忙活了半天 还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啊 刘小天 你这场大戏演到这儿啊 也该收场了 看来因为这事儿啊 你是用尽了心思啊 这小子啊 确实有些实力 不过 他忘记了一件事儿 那就是 他的对手 到底有多强 刘小天 刘氏集团六大股东 联合决定 将你提出股东大会 收购你所有的股份 事到如今 你们五个 还是要和刘九霄 狼狈为奸是吧 我全你嘴巴放干净点 绝于一出 你什么都不是 好好的 夹着你的尾巴 干净 既然如此 那你们几个的股份 我就勉强收下吧 这边说什么呢 陈雪 做你该做的事儿 陈雪 做你该做的事儿 收我们的股份 拿什么收啊 靠你这张嘴巴 刘孝天 你别做梦了 我们六大股 同命同心 就算你能拿出来那个钱 我们也绝对不会后退办 对 绝不这样 除非杀了我 否则就想从我这里拿走一点股份 出来会 讲的是江湖义气 刘孝天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很好 那就让我看看你们的兄弟情谊 到底是几个钱 刘孝天 你以为我们六个人的情谊 跟你那帮狐朋狗友一样吗 我们的感情是你无法探动的 喂 吴总嘛 三分钟内 我要你明下所有刘氏集团股权 你他们以为你是谁啊 说话 他们吴总还没搞清楚状况 三年来 你明下的私人医院 一共发生过医疗事故十余次 去年夏天 更是因为操作不当导致病人死亡 为了挽回形象 吴总一定花了不少公关费吧 你什么意思 对了 我还听说您的医院还聘用了许多没有行医资格的亲信 假冒医生问诊 这些黑料一旦公开 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后果 等等等等 有话好好上 没什么可商量的 电子合同已经发过去了 签也得签不签 等你破产了 做谋了 你的股权照样是我的 东莱 出什么事了 快说呀 怎么了 说呀 我吴总来 同一把股份 转让给刘晓天 说什么 我吴总来 同一把股份 转让给刘晓天 说什么 你疯了吗 你胡说什么呀 刘总 刘总 实在对不起 我 我跟他对付了 可他就是个狗 他就是个恶果呀 把他没有了松包 这吴总来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就软了呢 哎呀 这刘晓天 莫非他有控制人心 你什么妖术不成吗 我刚刚收到了 吴总的无偿转让心 看来你们的兄弟情 并不值几个钱呀 刘晓天 别高兴太早 吴东兰是个松包 我们都是 就算你拿了他的股份 这股份也没超过50% 我们想办你 也是意恒反掌 很好 那就继续清算吧 郭总 不好 周总 怎么了 天能踏下来呀 好好说 是夫人 夫人她个人私奔了 夫人她个人私奔了 你再穿一遍 其实 夫人养小白脸的事情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她一直害怕你知道 所以 所以一直在设法敛财 准备跑路 就在刚才 夫人拿着公司的印章 把公司名下 刘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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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拨打的电话 电声 你好 我操 快 你可以啊 竟敢跟别人私奔 私奔 私奔个屁 老娘是要把你扫地出门 现在公商在老娘手里 你的公司有我失控 老娘想干嘛就干嘛 你这硬都硬不起来的玩意儿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静神出座吧 卧槽 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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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干嘛说出去谁信呢 堂堂 刘氏集团的大股东 竟然是个绿毛龟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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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理想啊 突然当出了 这件事啊 全公司人都知道 就他自己的傻 还把这个公司 交给自己老婆拿一下 不过两位 话说回来了呀 他现在拿到股份 已经接近百分之四十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可真要翻了天了呀 刘晓天 你好厉害啊 凭一己之力 搞翻我集团两大股东 但 依然不是我们四个的对手 陈雪 你速度太慢了 抱歉柳先生 我们正在抓紧办 一分钟我说过我只要共固权 老子行的正做的直 不用逼回任何人 喂 你是刘晓天的手下手 让我转上股份 我告诉你 你休想 你还他妈有脸说 咱家要被你害死了 老 老婆 你别叫我老婆 你包二奶就算了 还敢挪用捐给医院的扇款 给他买房买车 现在寻补上门 要真的赔十倍 就要去坐牢 什么 幸中的 玩得挺花呀 没想到啊 我周某 像你君子自称 没想到落了这么个名声 真是一笑大方 我没有颜面再活在这个世上 君子 你脸皮不够厚呢 只求 先生能放过我们的七二老兄 我愿意退还扇款 捐出自己 剩下的五分 孟某 愿意出让名下 所有股份给刘先生 还请刘先生高抬贵手 放过家人一马 有罪者 不自当女罪 无罪者 若品行端正者 可保生怒 谢刘先生 我也认罪 认罚 出入股权 我家人一条生怒 好犯愁 你他要受什么刃呢 走用善款的事 我也有份 若不挥款 连我的家人 也要按包并论处置 你们 你们 废物 都是废物 刘总 你放心 就算他们所有人都倒了 只要咱们不倒 怕刘孝天 可以刷不起什么浪花 对 对 就算你们全都出让了股权 刘孝天 依然没有捧骨资格 刘孝天 你现在 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 收这么多股 对了不少钱 不过很腾心 我跟刘总的加起来 还是比你的战骨多 有什么手段 继续使用 你们很自信吗 当然 我审庭 一不包二奶 二不挪用公款 这辈子 只想跟刘总 辛辛苦苦的打拼 我怕什么呀 我就怕你捏造事实 误告险害 不过 你要真敢这么做了 我就会把你送进耗子里 蹲到死 小天 咱们父子 没必要闹个你死我活吧 你已经空股很高了 不如 龙桂宴结束以后 给我找个地方 好好谈谈 你毕竟是我的儿子 现在 世杰已经不在了 你有权 继承公司一部分资产 对不对 乱性结实啊 脸变得可真快 你觉得 我会心疼 什么意思啊 你非要弄个 鱼死亡国不成吗 你不要小开了 我刘氏集团的能量 刘总 这个畜生话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今天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你说对了 所以啊 你也赶紧赴死吧 哈哈哈哈哈哈 城堡军事 城堡军事想干嘛呀 这可是龙桂宴呢 他竟然抬着尸体进来 没有 这是殿屋宴会 殿屋战帅府 这是个脑子战帅 我看他们城堡军呢 全军覆灭 赔赔不起 陆军事 你什么意思 竟敢带尸体来覆宴 是来找事的吗 我为什么这么做 刘总不知道吗 我怎么知道 城堡军在城南仓库 发现了数据师 死状 惨不然 根据调查 我们发现这些死者 在生前都被进行了 非法人体实验 受到了非人的虐待 城堡军联合寻补司 对尸体的身份 进行了确认 他们其中很多 都是刘氏集团 旗下医院的 对此 刘总做何解释啊 人体实验 这可是我我腿干的事啊 这就是集团 莫为的利益虚心 干了这种伤体害理的事情吗 可是 这城堡军怎么知道 莫非 又是那个刘孝天 这些年 刘嘉宇一直研究 六阳真不得法 那些被疑死的人 都埋在这仓库附近 刘总竟然无话可说 跟我走一趟吗 刘总竟然无话可说 跟我走一趟吗 刘总 刘总 刘廷 我只让你研究六阳真 我没让你少见人命啊 其实 这不是陆统领 你还不知道 请该出 如此伤及前两次事情 刘萧 你 陆统领 这些事情 是不输于管理 参加什么大错 当初 我研究六阳神针的事情 全全委托给了 沈婷来管理 我没想到啊 他为了敢进度 竟然活人做事业 沈婷我虽不知情 我也有连带责任 还请统领责返 刘总对此事 当真是一如所知 当真是一如所知 当真是一如所知吗 小 老王八蛋 我对你忠心 耿耿你 你来卖我 沈婷 你为你犯了法 我 我也没办法救你啊 哎呀 我就说嘛 这刘总是一代一介名秀 他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原来是被蒙骗了 哎呀 这刘氏集团呐 玄乎济世 造福一方 那么大个集团 出现几个人了呀 也是在所难免 都可以理解的 是 我唐家 愿为刘总担保 刘总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我等愿为刘总担保 此事是人好关闻 怎么样 白口莫辩子 怎么样啊 什么呀 白口莫辩子 怎么样啊 好 好啊 我不知道有一天 我会栽到自己人手里 你 我以为就笑你个王八蛋 沈婷 你放开我 当时你女儿杀人 是我出海送大 盘上省城的关系 我沈家花了多少钱 还有 还有你那个废我儿子 这么多年 老子帮他擦了多少屁股 还能发生到现在 我身体好 至少占一半 我了吗 还几乎呢 你是怎么对我的 罗头娘 罗头娘 你这人疯了 快把他弄出去 是 我是疯了 我给个端子 绝孙的老东西 当了三年的狗 你们几个都看见了吗 在他眼里 我们就是个臭手 随时都可以牺牲的棋子 就是他上位的垫脚石 城南窗户这个事 我想在座的刘氏高管 都讨不了吧 让我 酒醉 我按你们一个都活不下去 师弟啊 你可不要胡说八道啊 对对 你不要老说啊 罗头娘 你赶紧把他带走 别的在这会员乱语 刘晓天 我服乱 心服口服 我会帮我刘氏集团的股份 转让于你 从此之后 你就是刘氏集团的 你绝对控股权 你们不是要同仇敌凯 奋战到底啊 这才几分钟啊 这都叛变了 谁叫 你什么 你给我闭嘴 我死不要紧 黄泉路上 我能认识你老婆先 刘晓天 我是个十恶不胜 但是我的妻儿老小子 希望 你能放这么一条生活 身份清白 品行端正正 可保身后 走吧 我已经说不下了 想抱这几个老东西的黑料 冬头娘 他就是个疯狗 他乱咬人 你可不得信哪 是真是假意 审便知 压下去 是 这几个人 干系重大 一并带走 刘总 刘总 我给国司卖了一辈子没有刘总 你可不得不管我呀刘总 刘总 刘总 你 你 几个人 我 რ 总得分析场合吧 咱们夫人俩多年未见 这中间肯定有很多的误会 是吧 等宴会结束以后 咱们两个好好聊聊 龙根燕又如何 与我而言一顿电饭而已 对你轻账 无需过这场合 小天 这宴会可是战帅府下令 总督府特批 总督府特批是刘家都办的 就算有再大的能量 也不能与省府总督 咱算不错对不是 省府总督 战帅了 就算他们西数到场 该还的债 你也必须还 好 我不与你争辩 小天 你已经绝对控股了刘氏集团 要不这样 你想做什么 你说 只要维护能力范围之内的 我尽力答应你 刘总认从 刘总想刘小天认从了 完了 现在刘小天 掌握了整个集团的八成五分 一虎百应 没有人凡事的是对手了 是啊 第一 已退位 出让全部五分 我执掌集团 好 可以 我答应你 第二 到我母亲分前 再想三年 每日上香扣败 早晚送金超度 这 这什么呢 小 我毕竟是 你是什么 好好好 我答应你 第三 关于我母亲的死不会调查 若跟你无关 你自可安心要好 若跟你有关系 这笔章不死不休 杀死母亲凶手的人是我 杀死母亲凶手的人是我 他哥 什么呢 我 你 呀 冰妹啊 你个终于来了呀 父亲 不必担心 有我在 他算了什么东西 牛冰妹 你若有胆 你就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如何 杀死母亲凶手的人是我 小妹妹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老太婆该死 从小到大 母亲最疼爱的人就是你 不仅杀了他 到今天还要抽烟侮辱 之前刘世杰告诉我 我还抱怨死幻想 没想到 你还真做出这种 情少不如的事 疼爱 他的疼爱 无非是希望我成为一个平庸女人 成为你们这帮男人的附庸 六阳真 他从未想过传位给人 在他心里 反倒是你这个一无是出的废物 才是能让刘家光药门备的天骄之子 你听什么 好 又是六阳真 区区一套针法 竟然能对自己的志情痛下杀手 你们 真是丧尽天良 罪不容处 你就骂吧 无能狂怒有什么意义 你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我敢当众承认自己是你 很简单 因为 我不在乎 据说这刘兵妹啊 三年前就离开家了 很快就傍上省府大人 在省府一待就是几年 跟杰之山难以想象啊 对啊 让他们俩敢承认自己杀人这件事 对于他这个位置啊 杀几人算什么呢 是啊 看来还是刘九霄更胜一筹啊 看刘孝天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都不过刘兵妹啊 我的宝贝儿子 看来一切不能如你所愿了 我的宝贝儿子 看来一切不能如你所愿了 自然不必听他的 您贵为集团总裁 凭什么给那个四老婆的手目 那种东西 死了也不干好事 留下刘孝天这么个杂住 他就应该被野狗 逃分路师 错过杨辉 住手 我说了 你奈我何 在场的各位做个见证 今天我刘兵妹回归云京 不仅要带领刘氏集团登上顶峰 还要彻底清算刘孝天 接去岛屿 谁支持 谁反对 我云京送的 一开始就精进的站在 刘氏集团这边 我亲家参加这个龙徽宴 就是为了迎接刘大小姐的王可归来 他刘晓天 他什么东西啊 我肯定不支持他 我唐家三方十八卖 愿进阶侍奉刘氏集团 请大小姐开遣 我球龙帮反对 球龙帮 一个乱杀无辜的禽兽 靠着棒着大款上位的奸货 还敢号令各大家族来对抗刘先生 你们是什么狗屁的大家族啊 给这种钱臭不如的东西当麻烦 脑子进屎了吧 中海球龙帮地下黑恶势力而已 很好 你们也一起共灭吧 有种的 那就是试 之前你们还未认错 我姑且相信你们还被蒙在鼓里 但现在真相大白 你们还助纣为虐 很好 今天这场龙归宴 我刘孝天 替你们送葬 而且您的在庭这里也看到了 这些禽兽 不配做咱们的家人 他们甚至不配为人 从现在开始 我不再顾及血淫进行 害我 是 如我母亲的死 与我刘孝天有心投救援 今日你必须走 一个不留 大话谁不会说 你真以为自己有这本事 命令 咱们现在还是要多加小心 现在这小子 手里边有咱集团八成的股份 说话的分量可不消化 无妨 倾客之间 我能让他的权力化为炮影 我以云京医者联盟首领的名义 发布证明 要向刘孝天的心意资格 大小姐果然不一样了 这出手就是致命啊 云京医者联盟 那可是执掌着 所有行医者的生杀大军 何况咱们刘氏集团 又是以刑医起的价 以医道立命 你不能行医 有什么资格执掌刘氏集团呢 不能行医用什么呀 谁亏定的 不能行医 就不能开医药公司了 好像搞错 医者联盟封杀令的意思是 不解不能行医 凡是与医药相关的行业 接不到 回归者 云京医界更不好之 从此刻起 凡是与刘孝天有关的人员 都是云京医京 即便是你 你想清楚了 你能一辈子不生病吗 就算你肯为他赴死 你的父母 妻子 孩子 你要一并牺牲吗 刘孝天 你真的要让支持你这些亲朋好友 为你陪葬 这份文件 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 这份文件 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 笑话 兵为可医者联盟的首领 一呼百应 他发布的照明 你说没有效力 就没有效力了吧 就是 刘孝天 公败垂成 确实很难接受 但是和刘家道 你确实不够格 刘孝天 刘大小姐 不杀你呀 已经是以得抱怨 只是断了你的生路而已 你借着台阶就吓一下吧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别在这儿继续争扎了 不不 你知道 惹怒了大小姐 什么下场吗 刘孝天 是医者一辈子的出路 也是我唯一的追求 林京医者联盟 在未曾调查 不曾审判的情况下 并可因一人之言 断医者生死 我看 这样的人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即便是我 都敢质疑联盟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大放厥词 刘孝天 我知道你心有不甘 但这毫无意义 不执行联盟的账目 身为首领 我有权断你生死 还是不明白 在这个宴会厅 断人生死的 你需要我吗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原本我还想网开一眼 现在看来 是没有这个必要了 刘孝天 不仅吊销刑医资格 而且立刻 自断筋脉 废训真法 刘孝天 不仅吊销刑医资格 而且立刻 自断筋脉 废训真法 那我筋脉 给你们 我知道 你能打 这些年在监狱 认识些亡命之徒 可那有什么用 在权力面前 努力能有什么 今天你若敢违令 敢动手伤人 那你即将成为一个通缉犯 过街老鼠人人寒打 即使是云京医者联盟的招命 但没有云京师傅的盖章 云一张白纸 我凭什么要算什么 原来如此 你还想挣扎一下 你有盖章 这怎么会有这种纰漏 不应该啊 无法 且不说我身为首领不需要盖章 就算要 一个章而已 对我何难处 喂 徐伯伯吗 我是冰妹啊 冰妹 你回云京了 是啊 回来的仓促 还没能来即去拜访您呢 哪里的话 冰妹是云京优秀的女企业家 又是省府总督面前的红人 我该去刘家拜访你才是啊 择日不如壮日 正好今天 我这有份文件 需要您来盖个章 不如您现在跑一趟 好 五分钟内 我立刻赶到 弑手徐红五分钟之内赶到 你想死个明白 我就跟一个痛快 弑手徐红五分钟之内赶到 你想死个明白 我就跟一个痛快 看到没有 一个电话 就能让弑手五分钟内到达 这就是大小姐的失利 刘晓天 闹了这么久 你还打算继续死扛下去吗 经过了弑手大人 弑手大人一到 看你今天怎么收场 现在还怕收场 三年前你怎么不觉得 刘晓天 别看你认识了一些 什么黑帮 城防军 还有那些帮你的富豪 在市府面前 这一都不是 只要市府一句话 这些人 随时都可以无非烟灭 原来在你们看 市府就算绝对权利 这小子越来越能说大话了 看来啊 没打得善了 我看事到如今啊 除了死鸭的嘴 也没别的办法 你说 作为一个医者 不能行医 还要断了手筋 脚筋 可不是比死还难受啊 刘晓天 如果你一开始就束手就轻 但愿服死 我还能给你个痛快 可现在 你恐怕连好好去死的权利都没有了 今天 已经有很多人说过 让我去死 甚至是说 让我生不如死 可我依然好好证明 你们啊 还是太高估你们自己了 我和你们 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确实 我们和疯子 妄想症 根本聊不到一块钱 云京市走到 云京市走到 诗手大人到了 彻底没机会了 徐伯伯您来了 病妹 怎么样 徐伯伯 没有知道吧 没有 徐伯伯您来得正好 病妹啊 你刚才说 有个文件需要我盖章 是什么文件啊 徐伯伯 战率府与师府总督 联合特批刘家举办龙归宴 这本来是云京的一份天大的殊荣 可却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前来闹事 还说 又让在场的名门望族技术灭亡 啊 谁这么大胆子呀 徐先生 就是那家伙 他侮辱医者联盟 还说师父在他眼里都一文不值 如此狂徒 医者联盟岂能容他 我身为联盟的首领 联合众人下达封杀令 可那小的却说 没有师父的盖章 他抵死不从 即使没有师父的盖章 这种狂徒 绝不姑息 我是个讲道理的人 既然他要死个明白 那咱们就按规矩办事 这才老板徐国伯冲跑一趟 无妨 跳梁小丑罢了 既然我来了 就不会放过他 我现在 就在这里面张 盖张之后 文件生效 要是还敢不从 寻惊 上下动讨之 什么 徐伯公您是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徐伯 还等什么 盖啊 盖上你的师父大爷 好让这云丁上下 共同讨伐我这个乱权贼子 刘晓天 大胆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这刘晓天 他就是你这样疯狗 见了谁都咬一口 连师父 他都不放过 疯了 这彻底的是疯了 别闭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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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刘先生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为什么你会 徐伟 徐师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整个中海省 云京市首徐伟 口碑最佳 所有人都夸赞你 直胜为民 是一个好官 可没想到啊 你却只听一人直言 罔顾事实 如果那上面的名字不是我刘晓天 您是否便不问青红造本 一锤定音 本人生死 是 是在下 亦是 是 韩清 刘先生责罚 这 这怎么回事 你 你尸首大人 怎么跟他点到啥药了 对啊 不可能 不可能 刘晓天 他怎么跟尸首也有关系 下三年 他到底干了什么呀 徐伯伯 您是不是认错了 这家伙就是刘家的一个气子而已啊 刘晓天 闭嘴 你以为这几年我给你的帮助 你是因为谁 徐伯伯你 当年刘先生蒙言入狱 特意嘱咐我要照顾你 若非如此 我只会在商界和医界给你开封面去门 不可能 这个废物不这么好心 我的切不该这么好心 我要是早知道你是一个师母求荣的助手 你早就已经死了 什么 是 求荣 不错 他 刘兵妹 就是杀害我母亲的真凶 徐伯伯 你可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刚刚成人的时候 那么小让 现在 不认了 刘先生说的话 都是真的 刚刚你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现在一个个装容作业 你想干什么呀 放你 徐先生 这中间肯定有误会 您刚刚也说了 不论只听一一家之词呀 为什么听了刘晓天的话之后 就要听兵妹的罪呀 我知道 你和刘晓天你们之间有私交 但你敢保证刘晓天就没说谎吗 话自有理 但刘先生救人无数 都未害人 更是有恩于徐某 他的人品 我绝对信任 算了 没工夫给你先生 我认了 人就是我杀的 好 刘兵妹 刘兵妹 既然你承认杀人 识相呢 就赶紧听听刘先生的发落 我还能给你个体面 要是不失实物 我就替你体面 徐师手 徐师手 你息怒 刘家主 不必多言 既然他已经承认自己杀了人 再包庇者 从罪论处 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咱们怎么办呢 还怎么办 每个尸首大人都已经成为他们的人了 咱们咱别在这硬扛着了 要不然咱跟刘先生一起被剿灭了 刘先生 刘先生 刘先生啊 我 我刚才脑子进了水了 这个都是偏听偏信 现在真像大牌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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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刘先生责罚 请刘先生责罚 刘先生责罚 你他妈的跪得还挺快 刘先生 是刘九孝 刘兵妹这两个狗狗狗 我差点进他们的鞋了 刘先生 还请勿怪呀 刘先生 哎呀 刘先生 我亲家绝无其他的恶意呀 都是收他们的 蒙骗 希望刘先生见谅 哎呀 请刘先生见谅 请刘先生见谅 你们 你们 还有你们 把恩负义的小人 不是 你 哈哈哈哈 见过 死到临头了还笑得出来 就是 你们真以为我敢承认杀人 你们就能动得了我 这宴会听力 谁也没资格动我 放肆 杀人偿命 天经抵义 没有人能够逃过这天地公理 公理 徐红 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官 连个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明白吗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公理 讲究他是热肉强食 你 我今天既然敢当众承认杀人 我就有承认的底气 刘晓天 我算是知道 为什么你今天敢大闹龙归宴 看来这三年你没闲着 靠那死老婆的叫那几个针法 结交了不少云晶的大官显贵吧 中海高华强 城防陆军飞 各地的神豪巨富 甚至尸首徐红都跟你说吧 然而这些 对我来说 根本没用 我是省府的人 云晶医者联盟的首领 今天的龙归宴 就是总督府和战帅府 联合为我举办 你们今天要是敢动我 你们就是破坏龙归宴 弱达总督府与战帅府的脸 你说跟总督有关就有关 谁跟你讲明 是谁的讲明 我明白了 之前肯定是这个王八蛋 他骗咱们 总督只是让他准备一场宴会 迎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人物 结果他往他自己脸上贴金 说是为了这个贱户 你说总督为你举办宴会 有本事 让总督来证明 对 对 让他来 让他来 中海总督呢 林车 可算来了 你再不来 我就要被这帮畜生给欺负死了 王欣 谁又是敢欺负你 我就让他 尸骨存 刚才是谁骂兵妹见货的 你们 闭了 你这个狗管 让你们来参加龙归宴是你们的主席 谁敢缺席 满门图灭 刚才你们让我来亲自证明 这场宴会是总督府给兵妹办的 现在我来了 我清楚地告诉你 我清楚地告诉你 这场业会 兵妹 我还是主席 你们要是敢得罪兵妹的话 我让你们 死 全是 五指蛇蟹 也配成龙 你配吗 看来你就是刘霄天 单枪匹马来的龙归宴闹事 还能撑到现在 有点本事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不过 到此为止 别闭了 等等云归 就这么让他死了 会不会太贫义他了 兵妹 还有什么好处理吗 我已经以 银星医者联盟手里 已发布照例 令他自废医术 但绝筋脉 从此不得再以医者自去 若还敢自下心 银星医界共讨知 还是兵妹有办法 对于这种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务 的确看了他 生不如死 可是他却说 我发布的账令 没有释手盖章 没有法律效率 他拒不知晓 还有这种事 不仅如此 我释手徐虎 都给他说了 不肯盖章 徐市长 果真如此 总督 抓捕刘先生 没有真凭实去的支撑 所以 我 真凭实去 你老糊涂了 医者联盟首领 亲自下发了诏书 你要什么真凭实去啊 我看 你分明是收了 这小子的好处 故意拖延 为他站台 吧 总督 我 也罢 你不肯干得张 我来干 你要保障 我却要断他 你有意见吗 总督 刘先生 绝对不是你口中的恶同 有意见的话 你这个是什么 你不用错了 有意见的话 你这个是什么 也不用错了 总督 总督 盖章 一言声响 不止如此啊 我还要给这赵命家 讲吗 从今天开始 刘孝天 被定为 攻击 判贼 整个中海省 但凡和他有接触者 爱谋 你一轮出嘴 谁若接紧他一分钱 傻 谁若让他吃了一口饭 傻 谁让他搭了一次车 傻 同行者 傻 同食者 傻 同素者 一傻 凡是与他接触者 皆傻 这么一来 刘孝天就是过街老鼠 真正意义上的生不如死 我刚才好像听到 你们要为刘孝天 干台生事 没有 绝对没有 我也是受到了刘孝天的威逼 他迫不得已 说出了一些 不该说的话 总督现在您来的主持公道 我们亲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 就追随您 咱们一起围剿刘孝天 对对 我们唐家与刘孝天施不两立 不共大天 事成大天 很好 那你们呢 你们怎么选 想要活命 就要尽快和这个叛贼划清界限 否则 我要追寻照明 围剿刘孝天 我们愿意一同偷罚叛贼 我会叫刘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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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等什么呢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接招谢恩吧 我会叫刘孝天 才算你识时务 那现在 一份毫无正经之处的眼神 凭什么更精彩 已经深笑了照明 你敢当众撕毁 一份毫无证据之称的文件 凭什么跟我定罪 刘晓天 你还真以为给你定罪 需要什么真凭诗句吗 我告诉你 给你定罪 只需要一条 你得罪了兵尾 得罪了龙龟燕的主角 听来听去 你也只是为了一己之私 给情人站台而已 身为省府一号 你做事的方式 是不是太儿戏了些 刘晓天 就凭你这一句话 现在就可以让你死 刘晓天 你是不是在底层待久 这么多年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所谓的公平正义 在维持着 你抬眼看看 你自诩占领 而我敢当众承认杀人 在这宴会厅里 谁敢支持你 他们敢吗 有权势 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我赵云州 是整个中海省的三军总帅 兵魅贵为一者手里啊 龙龟燕的主角 是我赞帅府恩典 我们两个动动手指 整个云京都要颤抖 你跟我们谈什么公平公义呢 不用反复给我报你的名号 我记不住 无论你们有多少的名头 你们依然没有资格审判我 你的意思是说 你是一个深藏不漏 了不起的大人 别搞笑了 他的身份足以撼动神鼠 他这次回归刘家 上头必有通知 怎么会让他单打独斗的来宴会 听上闹事 不错 龙龟燕的确交给刘氏集团长 迎接大人物的回归 而来到云京的大人物 只有兵妹一个 我可从来没听过什么刘孝天啊 他在监狱里待了三年 早就是个井底之蛙 根本不知道外走世界的变化 我确实不知道 云京什么时候变成了强权荡荡 藏污纳垢的地方 原本我今天来也只是想复仇而已 没想到今天就得给云京洗洗牌了 给云京洗牌 凭你 你说这样的大话 你干嘛 刘先生 我知道你心里有冤屈 但是省府出面 就算我想保你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您就低个头吧 你也是刘家的子嗣 只要您愿意退一步 我徐某 就是平常老命 也要护你的周全 总督 兵妹 刘总 就当徐某 求你们了 高抬贝少 我刚才好像说过 谁要是保留孝天 按谋议论处罪 徐世丑 你他妈不想活了吗 徐红 不必替我求情 凭他们 动不了我 而我也绝对不会向败类低头 这些败类动不了我 我也绝对不会向他们低头 不错 今天我在这儿 谁也别想动刘先生引根寒马 求龙帮的兄弟 何在 在 我高华强这辈子 虽然混血于帮派 你敢做事 问心无愧 从不仗势其人 真没想到啊 你们这些自称白盗的人 做事比黑盗更脏 更卑鄙 更无耻 今天你们这帮狗杀罪 想要动刘先生 那要问我们求龙帮 同不同意 还养了一群打手 怪不得有什么 给我准备 这可怎么办啊 这要真打起来此坛无言 会波及到咱们的呀 有毒有令 谁跑插谁 现在我们想做也走不了呀 妈的都怪这该死刘晓天 现在还在硬撑着 他想死没关系 还要拉着我们 你们要想清楚 你们手里的刀剑 有我的子弹块吗 兄弟们 我们混帮派 一字当头 想想当初 我们求龙帮全体染病的时候 是谁救了咱们的命 现在 就是我们报恩的时候 可是他们又枪怕什么 咱们的命 都是刘先生给的 今天 弟兄们跟我杀出一条血路 伤了的 求龙帮负责治疗 残了的 求龙帮负责养老 神哥 高华强 熬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要是老子死了 谁要是能带刘先生跑出去 未来求龙帮的帮助就是他 中海的战业 全部送他 兄弟们 高华强 给我冲 兄弟 给我冲 你们想清楚 你们真要回刘华强 总督府随便动动手指 就可以让你们灰飞烟灭 即便你们不考虑自己 也考虑考虑你们的家人吧 整个中海省都在总督府的管辖范围内 得罪了我们 就凭高华强的一张空头支票 能保你们家人一事吗 你干什么 强哥对不起 这也不能怪我们 我们还要在中海生活 这总督府 我们惹不起啊 强哥 你也别硬撑了 刘先生虽然对于我们有恩 但是他现在把天给捅破了 我们也帮不了忙啊 你们 强哥 你也放弃吧 我 我们斗不过呀 刘先生 你的答案 我只能下辈子再报了 别帮送包 软蛋 实时物场为俊杰 高华强 你确定要保刘霄天吗 他们送老子不会送老子这条命都是刘先生的 今天送给刘先生又有何法 很好 那现在 我宣布 熊龙包是黑恶势力 高华强是黑恶势力头部 全程通缉 你们退出秋龙包 否则与高华强同罪 今天 我就先将你拿下 然后扫平整个秋龙帮 接管秋龙帮的所有产业 哈哈哈哈 这对于总督来说 又是大功一件 省府必定受训 你们敢 不够 老子今天就是把这朝鸣留在这 我也一定把你给带出去 老高 不用这么着急替我求求 他们老爷而已 今天 你不会有事 球龙帮也不会有事 刘晓天你还有强称吗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底牌 我的底牌 就是我自己 你自己 你支持的秋龙帮都已经崩盘了 你还能干什么 谁 刘晓天 你干什么 给我上 刘晓天 那是龙归宴首座 即便是我 在没有得到战帅府首肯的情况下 我也不敢轻易见运 你既敢坐到那个位置上 你确实没资格坐在这首座之上 你怎么放兵 兵妹没有资格 你有资格 上课安排设定此座 一代龙归 他们算了什么东西 快给老子跪下来 凭什么 就凭我是这首座的主位 龙归宴真正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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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是他牛的教育 这可能啊 他真是疯了 先前敢跟刘总叫板 看来是有些底气 可现在他不仅得罪了总督 既然连战帅府的人也不放在眼里 他就算是有一千个脑袋 也不够杀的呀 我看这小崽子呀 就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狗急跳墙想闹个鱼死网破 无所顾忌了呗 不行啊 这也可不许 这个刘小天 他这个楼子越同越大呀 他得罪了战帅府 咱们在座的龙归宴的县厂 所有人都要遭殃 谁都没有好果子吃啊 这老宋就是下场啊 是啊 赶紧去跪下来 你这个畜生 你自己想死 别带着我们一会儿给你陪葬 你赶紧我滚下 谁敢动我呢 就是出犯龙眼 谁要是不怕死那便试试 难道这个宴会真的跟他有关 否则就算给他小的十个摊子 他也不敢染指龙归宴的首座呀 是啊 赵总统 上头只是安排让我们设宴以待龙归 但并没有说是为了兵妹啊 这期间他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战帅府的确只有举办宴会 以待龙归的数 但是不管怎么样 也跟这个刘孝天没有任何关系 各位 永远都好 各位都是来自云京的名门望 如果有大人物来到云京 你们必言小知 近几日 来到云京的 只有兵妹一个人 你们还听说过其他人吗 这个刘孝天 你们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我光知道刘家大小姐要恢恢隆位呀 那还有什么好说呢 无知 不知道 那是因为你们不够我放 我知道了 因为此座是战帅府下令社的 你赌我们投属机器 你不敢动坏这个座椅 我是说的没错吗 这狗狗狗狗 真有这么喝毒 他无非是在赌 赌我们不敢请战帅亲子前来 不敢毁了这龙归宴吧 刘先生 赶紧收拾我吧 虽然 区内高手众多 但是变成莫吉啊 而且 你搅了这龙归宴 战帅也不一定会护你 你可 我能不顾后悔呀 我已经发誓 害我么已经了 我入狱者今日必须得死 现在该后悔的 是他们 群里所有十分钟内 刘氏集团 赴宴 想不到龙祖集结竟惊动了战帅 原来传闻是真的 这帅也在龙祖群中 能与战帅一同行动 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刘先生有令 十分钟之内 集结刘氏集团 参加龙鬼夜 出发 你还有人 叫他们来干嘛 和你一起寻死吗 你让你的狐朋狗友 跟你一起吃断头饭 刘小天 你还真是好心 您此前面见面世面 对这种下等人来讲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只可惜啊 这好好的宴会厅 要被这种脏东西啊 糟蹋了 刘小天 你再耍脸手段 你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吗 刘家主 战帅府 让你举办龙鬼夜之时 是否还赐予你一块令牌 对 确实有战帅府亲赐的令牌啊 事实我把令牌取出来了 令牌一到 这跳梁小丑啊 必死不死 就我到密室 令牌给我拿过来 快 刘家主 令牌 徐师生 你还有保留小天吗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不想和他一块死的话 就把你的嘴给我闭上 边去 刘小天 你知道战帅府令牌意味着什么吗 令牌这种东西呢 我最近的确见过这一块 不过于我而言 没起到什么效果 战帅令牌所到之处 如战帅亲临 先斩后奏 生煞于多 战帅令牌所到之处 如战帅亲临 先斩后奏 生煞于多 没错 帅府令牌 只赠贤打 上扔着无上的权力 放眼整个华夏 也就只有战帅的配刀 青龙燕月 给他略高一场 还是战帅有先见之名 知道这种宴会场合 必有肖小闹事 所以赐予刘家这块令牌 怕刘氏集团投手机器 不敢在宴会上发作 令牌一到 即使在宴会上动了 弄坏了座椅 我们也可以不用负任何责任 原来如此啊 总督大人 实在高明啊 也是 咱们怎么能被这个跳梁小手所绑架呢 刘氏集团能拿出令牌 来证明自己是这场宴会的主角 你能拿出什么 十分钟后 自然会有人给我证明 可笑 你说的是 你请来吃断头饭那些虎工狗友吧 他们能干什么呀 没话说了吧 我看 你也不必等他们来 等到令牌一到 你自断经脉 滚出这个宴会厅 否则 我就在这宴会厅上 将你给活泼 不好了 老爷不好了 令牌不见了 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令牌不见了 你说什么 怎么可能 我一直保存在密室里 他怎么能丢的 不走 令牌就失 可是七天大罪 即使是我 也保不住你刘家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去 海人给我找 所有人都给我找他 老爷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可是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我们相当于大海捞针 这 简直胡闹 亏我还一直帮你们刘家展台 若是战帅府怪罪下来 连兵妹有亲者进去 这可跟我没关系 我刚和云青变来到宴会上 连令牌是什么样 我都没有见过 不错 此事确实跟病妹没有任何关系 但兵妹毕竟是刘家的人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立刻交权 离开刘家 一力承担令牌丢失之刺 这 这怎么能 爸 我也不想这样 但现在看来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今天龙归宴 战帅府虽未明说 但是很有可能来到县城 如果战帅府来了 你们刘家整个覆灭 爸 你也不想看着刘家就此败落吧 只要你现在交权 我跟云州一定力保你 今后如果战帅怪罪下来 保你一条性命是有可能的 你 我是你父亲 你却要亲手把我送到端头带上去 这是一个女儿该做的吗 这关我什么事 令牌弄丢了又不是我的事 再说了 只要是为了刘家 我愿意大义灭气 你们不用再狗咬狗了 你们要找的令牌 是这块令牌吧 你们不用再狗咬狗了 你们找的是这块令牌吧 对 这个就是山帅府的令牌 山帅府 刘家的令牌 怎么会在你手里啊 那就要问你的宝贝儿子了 什么 侍杰 侍杰怎么了 今天早上他为了解杀我 想用这块令牌为自己称赏 可惜没起到什么作用 对了 徐士兽也在 确实如此 徐士兽 知道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我本想汇报的 赵总督没让我说话呀 你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令牌不可转赠 刘家主是不是得解释解释了 这 这就奇了怪呀 难道说 这刘氏结尾的追杀刘孝天 偷偷把令牌偷走了 他 他真有这么大胆子 若果真如此 那刘家可真是犯了大罪呀 爸 你别听他胡说啊 分明是他偷走令牌 嫁祸于人 对 对 令牌在你身上 令牌是你头的 不错 你不拿出来还好 你既然敢拿出来 就是承认自己偷窃 既是偷窃 而非遗失 刘家主 只要拿出此窃贼 可将功 不够 善 你还等什么呢 拿出此窃贼 落回令牌 来人 来人 要向监管打下 等等 徐士兽 你又来交局吗 赵总督 在您面前 我人为言轻 刚才 你们就想拿刘先生开刀 我没有阻止 但是盗窃这件事情 太过分了 徐士兽 你是觉得我太过分了 你在教我做事吗 徐某 只是忍无可忍 不图不快 且不说 仓库一事 我历历在目 可以作为人证 就算我不曾看见 说刘先生偷盗令牌 也是不符合逻辑的 令牌 在刘家密室 而刘先生 早已被逐出门墙 根本 就没有进入密室的资格 他怎么可能 拿到令牌呢 那就是他有同伙 先把他拿下 再慢慢水 徐红 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机会 你既然想死的话 那我成全去 把他给我逼了 刘先生 刘先生 你还是不符合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放过你了 今日这件事 注定不能善良 你既然知道 老子也不跟你废话 偷窃令牌 最欧可受 好 现在就把你打了赛子 看你还这么受张 偷窃 这令牌本就是我的何须偷窃 都是你们 其实到你冒凌神器 罪该当初 赵云州 刘九霄 刘兵妹 你们三个 欺世到你冒凌神器 罪该当初 刘晓天 你是在给我们定罪吗 一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老改犯 给云京首富和中海总督定罪 是啊 难不成 你还想给你爹定罪不成 好 我今天不妨让你死的命令牌 战术令牌 是则仙大 这是一贯的贵学 不过今天这块令牌 还有其他的意义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 华夏龙祖 自然听说过 华夏龙祖 那可是华夏境内 最神秘的一个组织 华夏龙祖 他集中了 华夏顶尖的精英 咱们今天在座的有些人 那就是龙祖的成员 不仅如此 华夏龙祖的首领 权力极大 而且极其神秘 在他们华夏龙祖的内部 又连紫衣战帅都不能领衔 是啊 说对了一半 并非华夏龙祖首领神秘 而是时至今日 龙祖并未选出首领 原来如此 也难怪 确实没人敢贸然号令一群 华夏的顶尖精英 刚才总督就说这令牌 意义非凡 莫非跟首领人选有关 对 不错 今天的龙归宴赢的正是神龙回归 换句话说 是真正意义上的龙祖生畏 号令群雄 而兵妹就是这场宴会的主角 这个令牌的主人 龙祖未来的首领 刘小姐 你不知道你得罪了一个多么恐怖的存在吧 刘小姐 你不知道你得罪了一个多么恐怖的存在吧 原来刘亚大小姐就是龙祖的首领 是啊 就连战帅都敬畏三分的龙祖首领 居然是他 我说过 先日我回来 就是为了带领留下争力 谁敢祖然我都 我便将他彻底碾碎 刘小姐 今天就是战帅来 救不了你 你们编了一整天的故事 王子姐 你们累吗 你们是听谁说的 龙祖没有首领 要在今日的龙飞宴上 选取出座 我告诉你们 龙祖首领从始始终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 到底是谁在编故事 你住了三年牢 你去哪家有龙祖 你该不会是想说 龙祖的人都是囚犯吧 陆先生 难道传闻是真的 战帅也在群内 奉你为主 是真是敌 稍后延迟 不用打 偷窃令牌 谋权篡议 你已经射死 令牌你也不用交了 现在我就偷死 再想战帅比我 为对 动手 都给我住手 都给我住手 这个谁啊 他你都不知道 他可是战帅府的副官啊 战帅府的人都来了 那岂不是紫衣战帅也呢 见过帅府府家 赵云州 你不在省府镇守 跑来云京做什么 战帅府清点的龙归宴 我身为神海总督 自然是要来参加的 不知最近战帅可否安好 不劳你操心 即使家宴 会和不见人乱乱哄哄的 剑拔怒章 倒像是战场了 您有所不知啊 今天有人自称是龙宗首领 在这宴会上闹事 还大言不惭的说 叫给我等定贼 何人如此大胆 就是他 对 此人 名叫刘孝天 是在家不成妻的儿子 不过 我已经将他租出了家门 今日刚刚出狱 便上门来兴师问罪 瑕疵报复 不仅如此 他还是偷盗战帅府令牌 玷污龙归宴首座 你看 我们百般劝阻 他还不肯下来 这大胆狂徒 罪不可恕 不再斗胆 以总督分明义 将他就地正法 您先稍作一把休息 等我把贼狗贼给除掉了 这宴会 咱们再继续下去 没错 玷污首座盗窃令牌 这些禁语犯伤 必须是犯了不可饶恕之急 来人 来 刘小天 结束了 你要问你好好付出代价 哈哈哈 给我将刘九霄 刘兵卫赵云舟三人拿下 谁 拿下 你们抓住人了吧 大人 你是不是搞错犯罪是刘小天 刘先生 运会 其实你们这种笑笑可以玷污的 属下参见龙族首领 拜见龙族首领 起来吧 怎么可能 他是龙族首领 刘小天 他根本没说大话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我说令牌本就是我的 我说我便是龙归宴的主角 我说今日的首座是为我而赦 我说我便是龙族的首领 我说再这样 只有我才能裁断你们的生死 从头到尾我未说过一句假话 而你们呢 你们身为名门望族 号称云晶的精英 却屈颜复视为虎作常 即便事实就在你们的眼前 却依然的阴道黑白 罔顾正险 不仅卑劣无耻 而且愚喘至极 刘先生 首领大人 都怪我有眼无助 冲撞天人哪 还请首领赎罪则罚呀 我也认罪 我也认罪呀 还请刘先生高抬归宗 帮我们趟下一条火路吧 他笑 刚才你们不是已经认过一次 后来呢 又遇到我从这手作轨下来 治我一死地 卑鄙无耻反复无朝 我勤劳留你们 卑鄙无耻反复无朝 我勤劳留你们 给我拿下 我勤劳留你们 你们真是在演戏 刘先生在一路带了三爷 他怎么可是龙祖手里啊 此道临头了 你还是不愿意接受现实 你 你确实是被刘先生满头啊 你不能演出这场戏 对不对 还能在干什么 受伤啊 受伤给你 废物 快 快 快给我干死 快给我干死 全部干死 那我就干死他 参见紫衣战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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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吧 是你呀 我说过 你捅破天 我替你斗着 参见 战帅林子衣 献上金龙雁月刀 请首领带行天秘 掌管大权 扫平云京乱行 人首领 主持大局 扫平云下 重变余京 你们要看什么 代行天命 诸杀恶贼 你不能杀我 我是钟寒生三军总帅 你杀了我 整个钟寒生都会混乱的 这一道 咱你嚣张拔护 滥用职权 这一道 咱你色令是魂 颠倒黑白 这一道 咱你注重 虐虐虎谋戏 最后一道 咱你不知敬畏 无法无天 下辈子 做个好人 我得跟 七个龙祖首领 刚才对手 帮我们一起生路 帮我们一起生路 起来吧 一群骑墙小人 还不值得我出口 甘帅府听令 在 清算明经各大家族的事情 你们来做 明经明文忘识 各大施加 该换我鞋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刘少天 他就是个罪犯 他就是罪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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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送到断头台 啊 骗我 啊 哈哈 是首领啊 哈哈我看你怎么骗我 都想欺骗我 背叛我 谢谢好了 快 我 我 儿子是首领 看你怎么骗我 我 留下 今生的干事 是真定期的家族 哈哈哈哈 刘氏集团的确要登顶了 法器跟你没关系 把刘酒鞋拉下去 送进精神病院 把刘酒鞋拉下去 送进精神病院 我还是首领啊 我还是首领 你帮我 我不甘心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从小你就压我一头 大出生期你就是一道天才 无论我怎么修炼都比过你 这三年来 这监狱 而我苦心打拼 为什么我最后还是要被你压制 为什么 努力打拼 你是指的是依靠攀附权贵 出卖色相校尉 这就是你口中的努力 我不是什么骗子 比你多的 无非就是几分诚心正义罢了 你这种狼心狗肺 不择手段的小人 一定不会明白 我呸 我就靠那老太婆子 教我们几分医术 论单打独斗 我未必比你差 你可以试试 本宫 不必给他这个机会 对 无妨 这是扶桑忍者神女 传我的吹针之法 吴孝天 你完了吗 云天人 小心 为什么 为什么到最后你还是 这么早不早 非得走小鬼子的万人邪道 死不熟悉 死不熟悉 我用你教的尊法 报仇吧 拜见龙主少娘 崩了一条 小小进阶辅助 打扫掉鬼子 龙龟也 开席 不不… 不不… sha… 消灭 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